他说人死了断了气了 除祝念之外 还要四十九天读经念佛 灵堂最如法是怎样设置 佛坛是设在哪个方位 灵位设在哪个方位 这些东西你不要问我 一般寺庙法师都懂得 做经常佛事他们都懂得 能够帮助他四十九天 这是最好最好的事情 因为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人死了之后 多半四十九天还在中阴身 在中阴 中阴他每七天 有一次变异 就是说有一次受苦 所以这个做旗到底在此 这个每七天给他这个 宗经混相减轻他的痛苦 所以这个是很有必要 那么大多数四十九天之后 他就投胎去 这一桩事情 世间世俗 一般都是根据道教所说的 你看这一次台湾将一次居士 画的这个地狱变相图 就是根据玉利宝朝 道教的玉利宝朝画的 所以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 给我们很大的启示 我们对这桩事情疏忽 我们对这桩事情疏忽掉了 佛在经典上一定对地狱讲解的很明白 但是我们疏忽 他这一次这幅画提醒了我们 我们到大藏经里面去找 找到二十五部经典 世尊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地狱的状况 比道教讲得清楚多了 内容非常丰富 所以现在我们讲二十五部经里面 佛所说地狱这些经文 我们把它汇集在一起 印成一策 佛这话你去找 找那么多经典你也找不到 我们印成一策 现在台湾印 那么我们提了一个题目 就注金 佛蛇地狱极要 那么我们还希望 江南能够有机缘 在中国大陆找到能够画画的 依照佛经 所讲的这个地狱状况 画一幅地狱变相 佛教的 现在流通的这是道教 那个更能够令人警惕 所以真的这是像姜拉斯斯基所说的炮砖引玉 他炮出这幅图的时候 希望能够引起佛经里面的地狱变相 把他引导出来 这个都是属于因果教育 对于现在这个世道人心的时候 真的是有启发 有帮助 人家看到了 能够真正反省 这个悟行 悟念 一定有悟报 至少会在齐心动念 这个言语造作上 能够收敛一些 这就好 不但能救自己 也能够救这个劫难 第二说 人断气了 未出兵是否需要点据尾灯 这个灯这是习俗 是世间的习俗 如果依照佛法来做 佛法就不需要 依照佛法做也可以 如果不能依照佛法了 不得已也要依照释法 因为什么呢 你家里兄弟多 不见得过苦都学佛 你依照佛法做 他不同意 听没法子 所以还是要随便 总是家和万事兴 第三说 王者在一年一周年之内 六月初六是过巧 这个环节是否还要办 如何办 怎样办 如理如伐 这个事情 玉璃宝朝有 佛经上也有 依照这个去做就好 确确实实 一年三年 那么多半是 顺月纪念的性质 这是慎重归远 明德归后 真正的意思在此地 宜归可以重塑 但是要求他重启 不要太繁杂 不要浪费 那么在这儿 多做社会慈善利益众生的好事 把这个好事回向给他就好 这第四说 王者观礼 加一些香 他盛香柴鲜花 喝加 这个酷丝之情 哪种做法 如理如法 这以上几点 请老法子开始 这个棺材里头 可以不必加之前 加这些 像这些 干柴 陈香 这个可以 这个好 加上这个好 这个出家人 发思过世的时候 观目里头用这个 不用之前